好 煮完了 必須要做這一支 真的是CP值很高啊 我是買普通版本 那1200出頭1300可以買到這樣子的東西 真的是CP值很高 它身上的紅色零件我是用噴罐補噴一點金屬上去 其實跟它原本的零件顏色沒有差太多 畢竟是噴罐 銀色我也是直接偷懶整個框架就這樣直接噴銀色 因為太偷懶了 所以會有一些深淺不同的狀況 但其實就視覺效果上來講就還好 我是覺得還可以接受啊 因為就剛好比較深 比較沒有噴上色完全的地方是靠大腿內側 外側就比較亮 然後是有層對稱狀態的 所以好像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就這樣欺騙自己開無視把它帶過 那身上這些所有的 銀色金色這些銀色的線條 它都是靠分件來實現的 所以在組裝上 就上色的處理來講是很輕鬆 可以像我剛剛講的直接整個框架 就這樣噴漆過去 然後就可以來組裝了 不用特別費心去做遮蓋什麼的 但是相對來講就是它 零件就拆得很細 像這邊 就是腿這邊的零件 它這一小片銀色就是一個零件 然後金色這裡這一片是一個零件 這個又是一個零件 這邊又一個零件 這樣子它就是分了很多零件 所以你就要花大量的時間去修湯口 雖然說它也是都有盡量做隱藏湯口的設計 但是還是要花很多時間去撿零件拆零件 比較麻煩 但整支造型就真的很棒 畢竟這個是鋼鐵人本身電影造型實在是就很帥 沒話說 那外型上最大的問題是這個肩甲 這個肩甲當初看官圖應該就一堆人覺得有問題了 實際組裝你會覺得這個問題更明顯 它真的就直接是沒救了 它就是一個肩甲 它這個設計就不是說是那個奈米裝甲包覆鋼鐵人的手臂形成的東西 它是真的就是做成一塊甲皺的那種感覺 就是肩甲連接肩膀的這根走實在是太突出了 而且它肩甲其實本身就是很大一圈 所以它真的跟電影裡面的那種奈米裝甲包覆手臂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其實會讓人有點難接受 畢竟這個造型明明就是有取得正式版權的電影造型 為什麼會在這邊做了這樣子的一個修改 是很讓人困惑的 好 那 其他的部分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其他部分的表現我是覺得就都相當可以 尤其這個分色這樣子分出來 真的很漂亮 金色的零件它就算是普通版金色的零件 它也已經事先幫你有做噴塗了 這點也是很感 很感動 讓你省事很多 這個金色的效果是真的漂亮 好 那來看一下可動 首先頭 嘿 好 是兩段球關的設計 往上抬可以抬成這樣 低頭看 可以低到這樣 幅度很不錯 這個胸甲裡面是有燈光的 而且它燈光是這裡按一下就會亮 把玩的時候常常不小心碰到就會亮 這也是比較沒辦法的 這個開關壓下去反彈的手感很棒 它是裡面有彈簧的 肩膀這裡 平局 嘿 你可以舉成這樣 沒問題 只不過這個球關 算是有點鬆 之後可能我會再 用沾點強力膠來強化吧 然後有拉出式關節 這個拉出式關節就有點緊了 這樣 嘿 哇 怎麼會這麼緊啊 怎麼會這麼緊啊 拉出式關節 可以讓它再往前掰這一小段 嘿 上手臂有平轉關節 手肘這裡是兩重關節 手肘關節的阻尼感也很好 就是 這裡偷懶只用一個球關 讓它很鬆這一點 真的是很可惜 好 那 手這邊是球關 而且它拳頭裡面 也都是有 LED燈的 不過這個燈比較麻煩是這樣 它的開關方式是直接你往下壓下去 就會亮 這樣 但是它 它就不是像胸口這邊有彈簧會回彈的開關結構 所以它 你要讓它 你要讓它的燈熄掉 你是要把這個 拔出來 然後再手動把它拉出來 讓它裡面的那個分開 來 比較麻煩 裝回去也很麻煩 所以基本上 手部這個開關應該是 能不動就不動吧 但它把玩的時候其實也有機會會不小心壓到它就亮 如果是拳頭的狀態的話 它亮了你可能還看不太出來 所以這邊就是要小心一點 它眼睛也有做燈光 但是它眼睛的燈光比較麻煩 是要把這個面罩拆掉 這個面罩 可能組裝的時候可以稍微把這邊的卡榫 磨薄或者是 稍微剪掉 不知道 總之它是要把這個面罩拆掉以後 燈的開關在 在這裡 真是一個很反人類的設計 如此 這裡壓下去它的燈就會亮了 OK 好啊 我就不再把面罩裝回去 來展示亮燈效果了 因為這個 應該在開場的影片 就大家都可以看到了 就是 胸腹關節 是兩重球關 後仰這樣 前彎這樣 都會卡造型 比較可惜 就是一個大球關 所以也可以有左右彎腰 好 那比較特別的是它 腰這邊 屁股這邊 這塊裝甲 它有做類似 感覺有點 算像是從牽直鏈那邊偷施來的效果 這一塊 這裡有一個卡扣可以拉開 讓出空間來 這樣它前踢就可以踢的 比較高 對這邊其實也有做下拉關節 所以這兩個關節互相搭配 它踢 前踢可以踢到這麼高 OK 好啊側批 水平沒問題 好 好 把它扣回去 好那如果扣回去 前踢就只能踢這麼高 就算是下拉式關節拉到底也是這樣 還不到90度 所以這個設計是還蠻重要的 平面迴轉當然是有的 只不過 呃 往外轉 會被後面這邊裝甲的造型卡住 所以要擺出 往外轉的動作 還要特地把它下拉關節拉出來 才比較擺得出來 這一點也是 有點討厭 有一點點討厭 好那膝蓋 兩重關節可以彎到這樣 腳掌 可以往前摺 往後也有空間 小腿後面小腿肚這裡 還有特別做分件 讓它可以往後凹出來 如此 雖然它有特地做這個分件出來 可是其實它這邊只是一個簡單的球關而已 它根本用不到這麼大的空間 算是 但有做就還是有用啦 比較微妙的一個設計 呃 如此 人物主要就是這樣 細節很不錯 造型 真的是帥 啊 啊 關節可動就是 基本 基本及格 只有到及格而已 並沒有到非常好 但是真的是 很帥 啊然後我這一支面罩的部分 有點小中獎 下巴這裡 直接有一塊 醜醜的 有一塊醜醜的漆沒有塗好的地方 凸了一小塊 就應該不是通病 應該是運氣差中獎了 SAD 如此 好啊 附屬的武裝部分 附了很多東西啊 這個 手背 拳頭的手甲有這個 可以 發射出這個 算是切割刀的 特效的 替換件 好然後 手炮 這個 在開頭的影片也展示過 而且手炮也是有開關的 這邊按一下 它就會亮 這裡 好只不過這個手 手炮 重量算是有點重 所以也不建議 不建議用手炮的狀態展示 這個手炮也是 這些細緻的分色 通通都是零件分色分好的 分的很細緻 好然後 這個 標誌性的這個背包 一樣 上面這些 金色 銀色 通通都是 一個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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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去分色的 所以我組這個背包 組到後來也是覺得有點煩 這些 分色 然後它也是有開關的 但是我這個 不曉得是中獎還是怎樣 它開關在這裡 但我這個就是 電池怎麼裝 四種組合我都試過了 它就是不會亮 不知道有中獎還是怎樣 電池開關在這裡 它要裝上這個背包是這樣 它會需要先把背面 這兩塊紅色的零件 拆下來以後 再裝上另外兩塊有洞的零件 然後再透過那兩塊零件去結合這個背包 啊我是直接 就 零件就已經卡在這上面了 好就是這兩塊 所以其實要裝上這個背包是蠻麻煩的 我個人沒有那麼喜歡這個背包 然後另外 它還附了一個 很有分量的地台 這個地台也是自己組裝的 如此 這裡有一個 Ironman馬克85的 標誌 這邊是透明零件 然後底下裝銀色的紙片 這個都是自己親手組裝的 這感覺其實蠻不錯的 而且 中間這一根 柱子是 很有分量的金屬的材質 然後這個夾子裡面 它也有附 那種泡棉 讓你貼上去 所以用它來夾住鋼鐵人的腰式 不用怕會刮漆還是什麼的 啊這個 真的一千多塊買到這些內容 真的是CP值很高啊 這些這些然後 這個泡 然後各式各樣的手型 不不不不 好就不一一展示了 好 就這樣 CP值高到不行 相當推薦啦 但 一方面是它是要自己組裝的 就是如果沒有時間可以處理這些零件的話 可能就 不是那麼推薦入手 再來 它這個肩甲也是你要可以接受它 把它從 電影裡的設定改成一塊肩甲的設定 可以接受這個外型 可能才比較可以入手 好它最後就是它是 9吋的尺寸 真的很尷尬 很大 跟12吋的東西比起來 就是矮了一大截 沒辦法搭 然後 跟6吋的東西比起來 它又高了一大截 它的尺寸就是介於 美系可動玩具 最常見的6吋 跟12吋的中間 根本沒東西 可以跟這一隻鋼鐵人搭 算是它比較 尷尬的地方 也不知道是不是 當初就是因為 他們是出在這種奇妙的尺寸 所以才可以要得到版權 但 鋼鐵人就是帥 就真的是很帥 我自己是很喜歡的 好 就 介紹到這邊 我是小夢 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